这是全新发布的16英寸Me Pro MacBook Pro 很多人说这是一台给专业工作者使用的电脑 但我觉得普通消费者选择它其实也不错 很多人惊叹于它的性能 但我觉得也不必过度神话它 我是小天 欢迎回来 从我购入这台16英寸Me Pro 10核CPU 16核GPU 16GB内存 以及17B硬盘的MacBook Pro到现在 已经5周的时间 5周以来我拿这台电脑做了基本上我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观看视频 浏览网页 撰写文稿以及编辑视频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这是一台对我来说很好很够用的电脑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美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详细地分享 这段时间以来我使用它的体验 首先是它的外形 我不知道你是更喜欢前几代MacBook Pro的设计 还是这一代的外形 Emma更喜欢它的17版的Pro的外形 但是我更喜欢这一代 我觉得这一代的外形更符合一个Pro的机器该有的样子 复古的外形 机器的正面是平的 看起来和这几年的iPad Pro以及iPhone 12和13 保持了一致的设计语言 但是在边角这些地方又采取了弧边而不是平边的设计 防止在抓取的时候会有个手的感觉 它变厚了 但是也意味着有了更大的分扇和更多的散热空间 这也让Me Pro和Max的芯片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它变重了 如果你有Me MacBook Pro或者Air 以及更早几代的MacBook Pro 你会发现这一代的16英寸的确是在重量上多了不少 肯定有不少非常在乎便携性的朋友会不喜欢这16英寸的重量 但是我自己使用下来感觉还可以 我的使用场景大部分是在家里使用 或窝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写文稿 或放在桌上或者连到显示器上来剪辑视频 这种场景下把机器挪来挪去 我个人完全不觉得会有重量上的问题 我也把MacBook Pro带出去使用过几次 在去目的地的路上都是开车 停好车走到要使用的场景其实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背着走路也没有重量上带来的不便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这次在机器背部的MacBook Pro的Jank 虽然实际使用是没有提升 但是这个Jank真的很酷很好看 对于一些喜欢Jank的朋友们来说 这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卖点 这次的机器升级了扬声器和屏幕 可以说是我最满意的几个升级之一 在使用MacBook Pro时 你可能有50%的时间不是拿它再处理一些专业的任务 但是你一定百分之百的时间都在看这块屏幕 或许还配合着这套扬声器 新的扬声器系统对比之前在音效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特别是低音部分非常饱满 现在有时候我打开一个视频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要赞叹一下它的音效 同样的这次MacBook Pro使用的mini LED屏幕 也是我用过的最好的笔记本电脑的屏幕 我在开箱的时候就肉眼感觉到了 它和2017MacBook Pro在屏幕上的不同 先自己看一下这个屏幕 哇 另一个屏幕的升级是这次它用上了 Promotion自适应刷新力技术 不过可能我个人对于这个刷新率没有那么敏感 除了我在使用13 Pro的时候 会有在刷网页时候确实感觉有更加流畅 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 无论是使用MacBook Pro还是iPhone 我个人都没有在刷新率上有特别大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这块屏幕有更细腻的分辨率 更高的亮度和对比度 在看HDR内容的时候会更加有视觉冲击力 MacBook Pro这套屏幕和扬声器让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刷视频 就冲着这音效和画面让我觉得哪怕不是一个专业工作者 而是一个喜欢拿电脑来看视频和电影的普通消费者 买来也是值得的 新的MacBook Pro肯定会带来和以前笔记本电脑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说到屏幕就要聊聊这次和这个全新MacBook Pro一起来的全新的充满争议的刘海 对于刘海我想无外乎也就两种情况 第一就是你很快的习惯了它而且就无视了它 在开箱的时候我当然已经看过发布会知道有刘海的存在 但开箱时我就直接无视它完全没有注意到它 另一种情况就是你怎么横竖都看这个刘海不顺眼 那我觉得你就只能忍痛不购买这一代机器 或者只好外接一个显示器来使用它 这一次很多接口都回归到了MacBook Pro上 也更符合它Pro的定位 SD卡插槽的回归可以少带一个读卡器比较方便 但是只有USB-C接口 我剪片的时候还是离不开鼠标 所以还是要带一个USB-C转USB-A的转接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无线鼠标行业可以把转接头都升级到USB-C 我还想特别分享一下对于这一次MacSafe回归的感受 才上手MacBook Pro的时候对于MacSafe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它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 而且这一次充电线有了全新的织物材料 很好看我很喜欢 但这段时间使用下来以后我发现我变了 我好像觉得MacSafe没有那么重要 我本身就是一个使用电子产品很小心的人 很少会出现因为把充电线半导而摔到电脑的情况 在没有MacSafe的这几年里 我也已经习惯了使用USB-C来充电 现在时代变了 一根USB-C就可以给大多数电子产品充电 相比之下MacSafe就显得挺多余的 特别是需要出门的时候 我是挺不愿意再多带一根MacSafe充电线 马兹是我拿这台电脑做的最多的任务 所以肯定要谈谈全新的键盘感觉怎么样 我有三个最大的感受 第一就是终于换掉了叠式键盘 我个人一直不太习惯叠式键盘的短键程 打字敲了一会之后手指就会觉得很累 这一次全新的键盘就键程刚刚好 所以打字打起来很舒服也很爽 第二点是用全尺寸的物理功能键替换掉了Touchbar 我个人对Touchbar没有任何意见 不过以前确实除了调节音量的时候 我很少会用到它 这次换成了物理功能键之后 无论是调节音量还是屏幕亮度 都更加的直观也更加的快速 第三点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左右方向键变成了半尺寸键盘 所以在打字的时候 按到这两个左右方向键 我常常觉得很不得劲 不知道什么原因苹果这次这么设计 但是我就觉得挺遗憾的 说了这么多外部感受 那使用起来到底怎么样 先聊聊日常操作 我的感受只有一个词 丝滑 无论打开什么程序 操作什么任务 感觉都是丝滑 这种丝滑的感觉和别的电脑 比如我的2020英特尔的27英寸iMac 相比起来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iMac在处理日常任务的时候 当然也是绰绰有余 但有时候不知为什么 就是会给我一种一卡一卡的感觉 但全新MacBook Pro就完全没有 完全的私斑流畅 这有可能是我前面提到的 Promotion技术的加成 也有可能是全新的 高达7.4GB每秒速度的SSD 以及M1 Pro和统一内存架构的加成 另外在日常使用中 电量续航也是非常的优秀 比如去图书馆学习 我带着MacBook Pro来查阅资料和记录学习的内容 在休息的时候打一把轻量级的游戏 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大概只用掉了20%的电 所以想办公撑过一整天非常轻松 完全不需要带电源线 然后聊聊专业任务 我的体验是好用 但也不必过分神话 作为一个视频博主 那我就以剪辑视频为例 我的视频项目根据题材不同 一般会有十几到几十级比的4K素材 使用Final Cut Pro剪辑 整个剪辑体验是不错的 肯定要完胜于17年的MacBook Pro 但也不能说行云流水 会卡顿的地方还是会卡顿 比如在导入新素材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等待软件进行读取 在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剪辑动作之后 还是会有几秒钟的延迟 另外Final Cut Pro也出现过几次闪退 闪退的频率会高于我72GB内存的iMac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16GB内存的原因 如果购买了更大内存的小伙伴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使用体验 总的来说用MacBook Pro剪辑视频的体验 会略差于我2020年的27英寸iMac 配置为8核英特尔i7处理器 72GB内存 Radeon 8G 5500XT的独显 作为额外参考 The Verge的视频团队使用了Adobe Premiere 在32GB的Me Pro MacBook Pro上进行了视频剪辑 他们认为体验和2019的27英寸 64GB内存的iMac类似 配置为8核英特尔i9处理器 64GB内存 4GB Radeon 575X独显 而Me Max的MacBook Pro在视频剪辑上 会明显流畅于2019年的64GB 27英寸iMac 掉帧或者预览卡顿的情况会少很多 在视频导出上MacBook Pro会比iMac更快 但是这点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因为我本身的视频时长也就在5到10分钟左右 所以能节省的导出时间也不多 但难能可贵的是MacBook Pro 它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它使用了原小于iMac的功耗达到了以上的性能 这里分享一下我使用的它剪片子的电量记录 现在是中午的12点15分 准备通过剪片子来测一下MacBook Pro的电量 现在的电量是100% 现在是晚上的6点17 这片子终于剪完了 看看还剩多少电量 还剩12点的电量 现在是晚上的6点55 现在只剩7%的电了 所以我就准备把充电器给接上了 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我拿MacBook Pro进行了7小时的Final Cut Pro视频编辑 以及视频字幕制作的工作 电量从100%掉到了7% 这续航实属优异 作为额外参考 The Verge的视频编辑团队 使用Adobe Premiere 在16英寸的M1 Max MacBook Pro上进行视频编辑 以及参加视频会议等额外工作 在4小时内电量从100%掉到了10% 使用Adobe Premiere在14英寸的M1 MacBook Pro上进行视频编辑 续航同样为4小时 我自己其实在购买全新的MacBook Pro时也一度纠结 这真的是一台很贵的电脑 常常贵到我怀疑我真的需要它吗 还是买一台M1 MacBook Air来进行日常任务 用iMac进行专业任务更好 M1 MacBook Air更便宜 更轻便 也有不错的性能 说实话 在买了MacBook Pro这么多周之后 我还是常常自我怀疑 现在处理专业任务 我还是更愿意使用iMac 它屏幕更大 性能也不错 而且可以让我有一个更舒服 更健康的坐姿 我还是更把MacBook Pro作为一个码字的工具 以及偶尔和Emma都需要用电脑处理 专业任务时的一台备用机 但同时 这台MacBook Pro确实又是我使用过的 最强大的笔记本电脑 它的屏幕 流畅度 续航 音效 以及各种小细节 都让我在使用的时候 倍感安心和顺手 特别是睡觉前 用它在床上看一会儿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购买它还是很值得的 总的来说 全新的MacBook Pro 确实比之前的Pro们更加的强大 但是它归根结底 也只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不过MePro和MeMax所展现出来的性能 也让我更加期待往后iMac的更新 我也兴奋于新芯片的出现 给整个行业所带来的影响 以上就是我对2021MacBook Pro 五周以来的使用体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一键三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留言和弹幕告诉我 你的使用体验 我也做了一期基于MaxTech的数据 对不同配置和不同尺寸的MacBook Pro的性能对比 欢迎一步到下方的链接观看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